北韩第二号人物张成泽因叛乱罪被处决的消息引起南韩极大关注 南韩政府紧急召开国家安保政策调整会议 表示已做好准备因应朝鲜半岛可能发生了事情 泰国抗议团体今天决定派出三名代表出席政府15日筹办的会谈 但抗议领袖苏德表示选举之前一定要有改革 如果朝野对改革方式没有共识选举必须要延后 半年后将举行世界杯赛事的巴西第二大臣里约热内卢周二暴雨沉灾 室内多处积水严重 气象人员预估通宵所下的雨也是平时整整一个月的雨量 热内卢也是2016年奥运会主办城市 场馆和基建设施的准备与安全问题受到关注 曼德拉追思会上的首语议员乱笔闹出笑话后 一名美国母亲分享影片 说她的五岁女儿在幼稚园表演的首语都比那位议员好 影片中五岁的克莱尔身穿红色格子洋装 溜着金色短发 眼睛不时看着镜头 随着歌曲摆动身体 由于克莱尔的父母都是听障人士 为了让坐在台下的父母能看懂她的表演 克莱尔努力地比着首语模样可爱 新唐野海电视整理报道